这是中非的冲突 而另外日本前首相马生太郎 在今天率团访问台湾 展开围棋三天两夜的行程 那么这也是日本从1972年跟台湾断交以来 自民党成员当中最高层级的干部访问台湾 那么马生太郎一行人来台湾的第一站 在今天下午到五指山国军公墓 去调宴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那么预计在明天将觐见总统蔡英文 跟副总统赖清德 并且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 那么另外还会出席凯达格兰论坛 来担任专题演讲的贵宾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